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天好像也看不惯他了 是天灾接连不断 天下连年大旱 青黄古街 蝗虫折日 把本来就不多的庄稼 糟蹋的是惨不忍睹 可民以实为天哪 没有粮食 老百姓怎么活呀 天灾的连锁反应就是 留民四起 劳动力严重紧缺 随后带来的更进一步反应就是 很多老弱病残 饿死在路边 更多青壮年男女 加入到了流浪队伍当中了 王芒也不是坐视不理 他一方面让政府划拨了大量的赈灾款和物资去支援灾民 另一方面还修建大量的保障性住房 什么联租房啊 经济试用房啊 让灾民们临时居住 同时呢 还组织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速冻食品 让灾民们吃 这种速冻食品用料非常简单 是用草木组成的 冷冻之后就成了硬块了 王芒还给他每期名月酷 总之啊 为了解决灾民的衣食住行问题 他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不以余力了 可事实证明 这只是王芒一厢情愿的做法 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 王芒大力推行王室革新政策 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 现在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惠民政策 同样会打水漂的 赈灾款和物资还没到达灾民的手里呢 早已经被层层官员剥削得差不多了 至于连租房经济试用房 雷声大雨点小 上边的钱剥了一批又一批 而结果却是搞了一年半载 各地啊 还是在责旨做效果图 做前期宣传工作呢 王芒发明的那个新型速冻食品呢 明显是不当家不值油米贵 用草木煮的东西 又没有添加什么化学原料 按理说很环保很绿色 但是也注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事实上呢 官员在这一点上表现很大度 原本该拿回扣的 这里一点也不含糊 全都送到一线灾民手里 灾民拿着王芒亲手做的速冻食品 一个个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啊 称王芒为再生父母 但是他们的嘴啊 很快就被堵住了 因为这些外面看上去很美的东西 放在嘴里就不美了 如果你此时用洁白的牙齿使劲嚼一下 恭喜你 不用再忍受这样的痛苦了 因为随着一股恶心的气味直扑而来 你条件反射般的就吐了 总之一句话 王芒不含任何添加剂的食品 中看不中用 也不中吃 就不能用来解决温饱问题啊 这么一来 王芒看似环环相扣的 衣食柱 三大会民政策 终究成了竹篮打水 一场空 猪门九肉臭 路有冻死骨 那么处于悬崖边缘的老百姓 该怎么行动呢 王芒天凤四年 也就是公元一十七年 几十只由流浪民众 组织成的武装力量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 就诞生了 比如什么狼牙吕母 南郡张霸 江夏杨木 徐衍丽子 这都是其中规模最大的 活跃在青州徐州的 繁崇武装 也就是后来的赤梅军 还有荆州的陆林军 他们武装的目的 很简单 简单的让人难以置信 就为了能吃一口饭 能有一件掩体的衣服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会有反抗 哪里有不平 哪里就会有反抗 这是永恒的真理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各地流民 纷纷拿起木棒锄头 最原始的工具武装的这一年 从长安太学提前下放的刘秀 回到了老家 面对如此纷纷扰扰 热热闹闹 鸡犬不宁的社会 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刘秀回到老家了 表现出了太学府出来的学生 特有的气质 很乖 没去拉关系 走后门 以图当个公务员之类的 而是在吃了家里人 为他准备的接风宴之后 从屋角扛起一把锄头 就往农田里边走 大家就都问他呀 秀儿啊 你这是干嘛呀 干嘛 干活啊 众人都面面相觑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过了半天 才听见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什么呀 大家眼睛都掉地上了 读了三年的太学 这刘家人原本以为刘秀 能够鲤鱼跳龙门了 远的不说 说近的 你找个工作 给家里减减负担也行啊 可是呢 他前脚乡回到家里 后脚就奔农田里去了 干农活那是庄稼人的事啊 他一介高材生 这么不诸世道 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呀 那么这个刘秀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就为这 他大哥刘衍 为此专门找他聊过 刘衍站在田地的边上 静静地看着在地里边忙活的刘秀 心里边又是惊讶又是纳闷 他不明白啊 刘秀为什么能把书生和农民的角色 转化得这么快 又转化得这么好 宁肯干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 情愿让封尘刻画他的模样 过了半天 刘秀抬起头才看见了大哥 准备丢下手里的农伙 刘衍呢赶紧示意他不要乱动 然后啊 突然亮开粗犷的大嗓门就唱起来了 刘秀就静静地听着 过了半天才说了 哥呀 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刘衍就不再唱了 也不说话 于是呢 他开始脱鞋脱袜子 别 哥你别下来 刘秀想要阻拦他 可哪还来得及呀 刘衍已经进了田里了 接着就干起活来了 任凭刘秀怎么劝说 也是无济于事 最后没辙了呀 刘秀抱着刘衍就哭着说了 哥呀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只想问你三句话 哥哥 请讲 你真的喜欢这庄家事 当农夫 无拘无束 逍遥自在 喝山泉水 这纯天然呢 健康长寿 你一生的理想和抱负 就是这个 啊 无欲则刚 知足常乐 你 你的愿望就是务农活吗 你 你根本就不配做流氏子孙 大哥呀 人各有志 有些人追逐金钱名利 有些人追求自由 有些人追求心灵的平静 有些人追求人类本能的欲望满足 我觉得 无论人的生活状态怎样 人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为自己活的人 一种是为别人活的 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 却觉得自己是生活在真实当中的人 没有太多的幻想 也没有太多的奢求 大概是我长大了吧 希望有份可靠温暖的爱情 有一帮真挚的朋友 有一份和谐的亲情 好啊 书读了不少 你连祖宗也忘了 父亲是怎么死的 你忘了 王莽是怎么登上皇位的 你忘了 我们是怎么忍辱负重的生活 你忘了 哥呀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呢 有一位圣人 带着他的学生漫游天下 经过十年间的游历和拜访 学生个个满腹经纶 在回城的途中 郊外的草地上 圣人给他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 题目是 怎样除掉这片杂草 弟子们都非常惊讶 他们都没想到 一直在探讨人生奥秘的哲学家 最后一刻问的 竟然是如此简单的问题 一个学生说了 老师 只要有铲子就够了 另一个说 用火烧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还有的说 撒上石灰 就会除掉所有的杂草 斩草除根 只要把根挖出来就行了 等弟子们都讲完了 圣人站起身来说了 客就上到这儿 你们回去之后 按照各自的方法 去除一片杂草 没除掉的 一年之后再来此相聚 一年之后 他们都来了 不过原来相聚的地方 不再是杂草丛生 它变成了一片 长满骨子的庄稼地 弟子们围着骨子地 坐下来 等圣人到来 可圣人始终没再来 好多年后 圣人去世 弟子们在整理 他言论的时候 私自在最后补上了 要除掉旷野里的野草 方法只有一种 那就是在上面 种上庄稼 刘秀滔滔不绝地说着呢 回过头来一看 这才发现 天野上空旷无银 刘衍早就不见了身影 不由得感叹 人无法预料 未来会怎么样 但新田里千万不要荒芜 快种上一片庄稼吧 因为王莽新政的失败 再加上天灾 各地正在闹饥荒呢 刘民难民多如牛毛 社会动荡不安 而刘秀却两耳不闻天下事 一心只悟庄稼活 刘衍依然任辖杨士 逛街朋友 光阴荏苒 转眼间到了岁末了 除夕这天晚上 兄弟两个相约一般 来到了院子外的松柏树下 虽然一起住在一个屋檐下 但他们好久都没有 促膝长谈了 以前兄弟之间 亲密无见 无话不谈 而此时呢 两个人站在松柏树下 却相对无语 死灰一般的沉默 笼罩在松柏树下 刘氏兄弟默默地注视着对方 刘秀分明从刘衍略显沧桑的脸上 看到了光阴的刘氏和岁月的无情 刘衍分明从刘秀日趋成熟的脸上 看到了坚毅的蜕变和岁月的痕迹 过了半天 刘秀走向墙角的稻草堆 翻开稻草 从里边提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裹 刘衍很惊讶 这是什么 哥 这些金子 给你用 刘秀淡淡地说着 打开包裹 耀眼的金光 灼人眼球 刘衍差异地看着刘秀 在往往的心症之下 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钱了 早已经被贬值得满天飞了 但此时刘秀提的却是一袋金子 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看着刘秀坚定的表情 又不像是在骗人呢 可是这么多金子 又是从哪来的呢 哥呀 你拿着吧 自从爹去世以后 大哥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一家老小吃喝拉撒 都靠大哥来撑着 我刘秀啊 虚度二十多在春秋 实在是惭愧 今日挣了点钱 算是回报大哥吧 秀儿 你从哪儿挣来这么多钱呢 经商啊 你 你到哪儿去经商了呀 刘衍越听越迷惑 刘秀自从打长安回来 几乎就没怎么出过门 天天都守在庄稼地里 这时候就让刘秀呢 用手指了指脚下的土地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你就在这儿经商 刘家三少爷 不知道你经的是什么伤呢 刘秀回身指了指身后的 那堆稻草 莫非你种的稻谷 大丰收了 刘秀点了点头 然后就把事情的原委 说给刘衍听 原来啊 在他辛勤勞动之下 再加上不断地实践摸索 他种的那些母稻谷 取得了大丰收 别人在四处 过着流浪生活的时候 他却把大把大把的米 拉到集市上去卖 正如同刘秀 早就所预料的一样 随着天灾人祸不断 饥荒严重 流民无数 那米价是一路疯涨 涨幅之大 让人是心惊肉跳 涨幅之猛 涨幅之高 让人是目瞪口呆 据说呢 在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 很多人都买不起米了 就宁愿把房子卖掉 来换米吃 你想也对呀 如果要是被饿死了 留着房子有什么用啊 给谁住啊 在米一片涨价声中 刘秀靠着勤劳囤积的 大量优质的白米 那无疑就成了 最畅销的抢手货了 大把大把的黄金白银 就往刘秀的怀里边钻 秀儿啊 想不到你 还真是一块经商的好材料啊 刘衍笑着 拍着刘秀的肩膀说了 可哪知道刘秀的脑袋 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哥 我这是被逼出来的 我是身在田地当中 心在外边啊 我如此这般热衷于庄稼 那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刘衍是一脸的懵啊 刘秀徒人直直地看着刘衍 狼声说道 大哥身怀为国为民之大志 小弟怎会不知晓啊 我身为刘氏宗族后人 国家兴亡 又怎么能坐视不管 可是 要想举事 要想有所作为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钱呢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 却万万不能啊 这些年 大哥 杨家湖口 还有结交 各方英事 早已把家产用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用庄稼换来 大量的黄金白银 不正是可以派上用场 帮助大哥 成就大事吗 刘衍 看着刘秀 过了好半天 才发出了一句感叹 无人云 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战于千里之外 我看 皆不足以形容我三弟 高瞻原主 未予筹谋啊 而此时的天下呢 是一天一个模样 早就乱得像一锅粥似的了 各地的农民 已经不再满足于四处流浪 而是举起了刀枪棍棒 目的很单纯 也很简单 只是为了能够有饭吃 能够有衣服穿 当时的天下 那各路奇异 是如火如荼